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呂志華 香港特區政府在8月24日 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 希望透過改變電影檢查制度 以履行香港國安法規定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政府這個行動我相信是因為近期有些電影安排在香港上映時 大家才發現原來這些電影是歌頌黑暴 在犯修例暴動期間那些黑暴所作所為 就被電影工作人員美化了 然後編成故事安排上映 由於受到社會部分人士的批評 所以電影最終都不能在香港上映 政府現在就知道在電檢方面是有漏洞的 所以就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 大家都應該知道一直以來香港都有電檢制度 每一套影片準備安排在香港上映時 都要將他交由獲得政府官員擔任的電影檢查監督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去處理 在這個檢查期間 政府就將那些影片分為不同的等級 現在香港電影是三級制的 假如發行人對今次檢查結果 是不滿意的時候 對他們的決定感到不滿意 其實他們是可以向審核委員會提出上訴的 既然這個電檢制度一直以來都存在的 為何今次政府提出的修訂 會惹來業內人士的不安 以及對這個修訂感到不滿意呢 原因就是修訂的內容是規定檢查員 需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 這句話令到那些電影製作人 覺得太過含糊不清 因為甚麼叫做不利於國家安全 以及為何政府用不利這兩個字 過去來說大家都知道港區國安法方面 如果你是觸犯了這個罪行 他就會說你是危害國家安全 就不會說你是不利的 究竟不利是甚麼叫做不利呢 意思是否很含糊 以及究竟這樣的寫法 對電影製作是否限制了他們創作的空間 沒有了電影創作的自由 以及這樣的寫法是否教這個危害 對電影的檢查更加嚴格呢 我估計因為危害這兩個字 你如果要證明那套電影是危害國家安全 相信是相當困難的 假如有些人 他們蓄意破壞社會 掟汽油彈 又或者進行一些蓄意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 這件事就相當容易舉證 但是在電影裏面 你要證明他們是危害到國家 危害到社會 這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換了不利這兩個字 我相信對電影檢查員 執行這方面的工作會比較容易 真的不需要去到確實 危害到國家安全 才是將這套電影禁影 有很多可能電影的意念方面 題材方面 又或者他們的宣傳手法 達到了不利國家安全這條界線 就可以將它禁播了 好了 會不會因為這樣 是因為這次特區政府 修訂了這條條例 而令到電影方面 創作空間縮小了 甚至可以說沒有創作自由呢 我覺得 根本是不會的 有關這方面的例子 我稍後在這條片 會和大家詳細討論 我現在想說一說 那些反對政府修例 那些反對者的意見 他們除了認為對創作空間收緊了之外 另外他們也舉出一些實例 他就說周星馳的《國產007》 如果在這條例之下 可能就要禁播 因為在電影《國產007》中 大家應該是看過的時候就知道 它裡面有很多內容 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都是諷刺國內的官員 貪污 又或者是貪妝枉法 所以他們認為 如果在新的電影檢查條例之下 這一齣電影 就應該不可以上映 當然一件事 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有不同的答案 他們這樣說 是不是言之成理呢 我可以說 它是有部分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們換作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這套電影 它是用諷刺的形式 反映了當時國內出現了一些現象 一些時代的弊病 但是這套電影根本並沒有宣揚分裂國家 以及這套電影 它的主子也不是想顛覆中央政府 不是想顛覆特區政府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根本這齣電影 就算在新的電檢制度之下 它同樣來說 都應該可以播映 就等於最近有一齣電影相當賣座 無論在國內 或者在香港 都是相當賣座 就是由恩子丹 謝霆鋒主演的怒火 想怒火裏面的內容 就說有一班警察 被人冤屈 所以 就坐了幾年的冤枉監 好了 他們出來之後 他們就復仇 無惡不作 假如在新的電檢制度之下 這齣電影 是不是說 他們就是抹黑警察呢 他們是不是想說黑警的故事呢 其實就不是的 想整套電影 我們從他的拍攝手法 以及故事內容 根本大家可以看到 只不過這個故事 是想講述 有些人被冤枉了 被人冤禮了 因然他們奮世窒族 他們作出種種報復行為 而故事的結局 壞人最終都是被天收 最終都是被承之於法 就算在新的電檢制度之下 我相信這齣電影 亦都不會 不利於國家安全 亦都不會因為他們入面 講到部分警察 那種犯法的行為 而被禁佈 所以我覺得 那班反對者 他們提出很多 此時而非的理由 他們提出很多 此時而非的例證 其實他們只是過分擔心 和將這條條例 無限引申 我讀書時 我曾經寫過影評和視頻 所以 有一段時間 我對那些上映的電影 相當之留意 我記得在80年代 其實當時來講 香港同樣來講 都是有政治題材的電影 而被禁播 當中最出名的兩部 其中一部 就是叫做黃天後土 這套電影是80年代的台灣電影 而這部電影是由菇振虎監製 由秦祥林 和龜亞雷主演 故事的內容就是 講文革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這套電影在香港 上映了一天 被禁播 當時 港英政府禁播的理由 就說這部電影影響 和鄰近地區關係 所以禁止播出 至於另一部電影 在差不多的時間 同樣被禁播的 就是由 譚詠麟主演的 《假如我是真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應該 聽過這部電影 甚至是看過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為何被禁播呢 因為它入面 同樣來講 都是講大陸文革時代的一些故事 是講當時的官僚特權 和走後門 貪妝等等 那些題材的電影 而當時港英政府同樣 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 這一個理由 將它禁播 最後這兩部電影 期後都在香港 能夠再次獲得上映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 根本 為何電影 會被禁播 在當地 或者在某個地區 某個國家被禁播 是因為當時社會的政治氣候 社會當時的氛圍 而令到有些電影 不適宜在當時播出 好了 既然香港 當時來講 兩部電影都被禁播 那是會不會 扼殺了當時香港電影創作的空間 是會不會扼殺了 香港電影生存 整個行業生存的空間 是完全沒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根本八十年代 一直到現在 香港的電影行業蓬勃發展 甚至香港的電影能夠走出海外 甚至可以說是揚威國際 期間 無論是成龍 又或者 洪金寶 又或者 恩子丹等等 那些電影 都是揚威國際 由此可見 你說因為 有些電影被禁播 因為有些題材相當敏感 不適宜拍攝 或者不適宜播放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整個電影行業 從此 走向沒落呢 會不會令到整個行業 變成沒有創作空間呢 由港英政府過去禁播 這些政治片 例子就可以看到 根本這些完全都是很荒謬的理由 完全都是 憑空想像出來的理由 禁播某一些提材的電影 根本絕對是不會令到整個行業 是沒落的 好了 除了香港過去 都有被禁播的電影之外 其實那群黃絲很崇尚言論自由的美國社會 他的電影 有沒有出現禁播呢 有沒有被禁播的電影呢 同樣來說 都一樣有 太遠我們不要說了 就說2020年年中 原來美國 是有出電影 被禁播的 所有那些 是電影的串流平台 全部都要下架的 大家知不知這齣是甚麼電影 原來就是相當著名的經典電影 《亂世佳人》 好了 為什麼 去年 這套電影突然被禁播呢 這件事就是因為 美國當時有一名黑人叫佛洛伊德 他就是被一名白人警察跪壓而致死 好了 這件慘案發生之後 全美國都爆發了反種族的示威 由於當時 社會的氣氛 和因為當時 有關這方面的議題 相當敏感 而《亂世佳人》 有人認為 他就是在歌頌黑奴這個制度 所以 被禁播 全美國所有 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 都要把這套片下架 大家可以看 一向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 同樣來說 是因為 社會的氣氛 社會的氛圍 不同了 而這些 可能觸及到很敏感的社會題材的電影 都會被禁播 為什麼香港現在 要禁播這一類 可能 不利於 國家安全電影 大家有那麼多聲氣呢 大家要知道 電影是一種很厲害的宣傳工具 可以在不知不覺間 令人洗腦 所以 全世界都有電檢制度 而電檢制度 不限於色情和暴力 那些 有可能是政治洗腦的電影 同樣來說 都是不應該播出的 多謝各位 時 有您的 人